在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的山洞中 24小时只守八台超千吨的心脏机组 是种什么体验呢 日行两万步的巡查工作 又是如何做到听声变病的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甘肃省临夏州 永靖县境内的刘家侠水电厂 这里也是新中国第一座 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厂 一走进心脏机组的山洞中 巨大的嗡嗡声环绕在耳边 彼此间说话都需要提高声调 已在水电厂工作37年的张新冠 是运行分厂安全员 也是这些庞然大悟的巡诊医生 日行两万步的巡查是他的工作日常 更是练就了在如此苍杂的环境音中 听声变病的独闻技能 整个这个洞子里面全是开关 它包括这张照片就是 原来的开关是分开的 IBC三项分开的 一项各是各的 原来这里面全部装满 现在就这一点 它叫子和式开关 在启动状态下 它的声音能听出来 它就是没有杂音 它的声音均匀 它一直是一个声音旋转 它里面的这个电磁声 是不是在范围内 它里面如果产生握流 或者里面有短路的时候 它那个电磁声和正常的是不相当 我们一般都是打个手电着 听一听 张新冠介绍说 自己所在的运行分场班组 承担着全场机组 及辅助设备的运行管理 事故处理 经济运行等工作 确保八台总装机 166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心脏健康运行 面对如此庞大的心脏进行维护 压力自然是不小 这个岗位的压力很大 比如说这台发电机 一旦有问题 是我靠我们运行为人员 去做安全措施 把它隔离出来 让检修人员下去检查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说你处置不当 有可能把事故扩大 这是最大的责任 说它的这个处置过程 可能是常状态下 一个是精神压力的 一个是靠你学到的 所有的知识都得应该 可能这个压力特别大 现场巡查查看设备 检查安全措施 排查现场隐患 如今跟着张新冠一起工作的 年轻徒弟越来越多 每到一处检查区域 他都会为年轻的值班员们耐心讲解 帮助他们减少操作失误 少走弯路 为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保家护航